来狠人大地 来狠人大地大眼怪 刚才给下面疯狂思吼 来说话 来 终于到我了 听不听得到 听到 我来说像那个 国外的工厂和我们国内工厂 是不是国外工厂比较好一点 就大鱼的话 什么类型的工厂 就电子厂 或者是什么 别的什么工厂都可以 国外没有电子厂 那有什么工厂吗 那有那种机械工厂吗 国外的 我跟你说 国外的手工制造业很少 他们都外包给其他国家 因为它本地成本太高 那美国有什么工厂吗 食品加工厂有 那我们国内也有食品加工厂 那对比 那国内食品加工厂是 正常来说 就是4500到5000块钱一个月 一般来说 是没有一斤的 只有五斤 这是实际情况吧 你不可能否认全国工厂都有 都有五险一斤吗 现在没有五险一斤的不算合法 但它大部分都是只有五险 没有一斤的 它只有五险 但是没有一斤 你承认吗 我保留态度 我不知道 但五险是肯定有 五险是肯定有 但是一斤不一定有 你承认 你承不承认呢 我是真不知道 完了呢 那美国它是一定会有 美国有那个五险一斤吗 好 美国有五险一斤吗 美国呢 有三险一斤 那它美国每个工厂都会有三险一斤吗 基本上等同于 但是看谁交这险 美国很多公司小规模的公司 中小型公司 保险是自己买的 它会不买那个一斤 它会不会不买呢 一斤不买 没有一斤 一斤一定是大型公司 成规模的正规公司才有 美国叫401K 那如果中国大概就 我就算它五千 因为五千也不一定每个月拿得到 我就算它平均五千 那美国它的收入水平能跟我们比吗 收入水平能比啊 就挣美金花美金 对 你要按正哪刷那 花哪算的话 国内五千才起征税 对吧 才交税 甚至你4999你是不交税 美国你挣一块钱交良貌 最少 你要单身 年轻人的交良貌多 就是百分之二十几 我不管它交多少税 我就管它 拿到手之后 它过得跟我们国内拿五千的 哪个好一点 国内好 但是咱别绝对啊 国内五千 你要给上海 那也好不哪去 我说实话 你看你在美国对比哪个城市 你跟美国洛杉矶 那也好不哪去一样 但是他们可以 买便宜的牛肉啊 可以买便宜的饱饱 好 那他们每个月交的1500元税咋说 我是说纯完税 就是拿到自己手 凭什么你在工厂生产一个食品 一个月给你扣完税剩五千 刚才连卖那个跟美国混了吗 十多年的 扣完税到手剩四千 你多啥呀 你大眼怪 你多长个眼睛 给你扣完税剩五千 你多啥呀 我没有说扣完税剩五千 扣完税剩三千了 你再说吧 五险一斤嘛 对不对 美国三险一斤 牙一险 眼睛险 再加上健康险 三险加一起 再加个401K你能上三千 我算你一大关 然后呢 你看你在美国买个苹果手机才几百块吧 又开始了 你在国内买个红旗多钱 什么红旗 那是其实我们说的是手机呀 那你没问题 你在国内买个小米多钱 那小米比得上苹果吗 好 不小米 小米比不上苹果 那苹果那个 我这么 你起码要拿华为来对比吧 好 华为多钱 华为要六千多 华为六千多 在美国销 那个苹果多钱 美国苹果不是599吗 你是599美金啊 131299大哥 他不是599美金啊 你站着呢 他管我 你站着呢 你站着呢 我给你699 有多少要多少 行吗 我每台让你挣100 那我就算他1300 但是我们 你先回答我问题 能不能收 我让你一台挣100份 还不行吗 我给你699 能不能卖 那我就算他1300 那我们现在 我1300也买不到华为 在国内1300 我买不到华为 你靠手机活着呀 那这些就是很高的消费 那不是 那你不算别的 你光算个手机 这就像 这就像一样道理 两家烧烤店 这家免费送拍环果 那家免费送花生毛豆 对吧 你非得说 这家人家 人家那个拍环果 免费送的 在你这点5块钱 那人家送毛豆 你不提呀 你单独 单独比一项吗 中国晚上出去 不用担心安全 你说啥 你不用担心老黑 琢磨你 敢问 何夏怎么应对 你拿安全来说 这也没什么好处 那没啥 没啥好处 那你 那你不 你不拿钱说吗 你不拿本地地产 东西说吗 那我问你 安全不用担心 怎么说 安全我又不怕死 你不怕死 你去 那你就去就完了 那咱俩讲啥 你去 你抓紧出发 现在走 现在收拾行行的 你赶快就趁天亮之前 现在948不算太晚 还有高铁能坐 抓紧出发吧 还等啥呢 对不对 当时去 当时去美国 还走签是不划算的 那怎么划算 你告诉我 投资移民划算 花800万 就工签啊 工签 这要从哪 从哪儿听的 就你这水平工签 签啥啊 哥们 你过去干啥呢 我听听 我不能过去打螺丝吗 哪个 美国本土有手工业吗 打螺丝 你先看看报纸吧 你搁哪儿捡的 你捡的八几年的 读者看的呀 啥年代了 那美国一天 求着手工业 手工业制造业 本土化 每一个上了他家 家老大 都为这事的头疼死了 那美国本地 能雇起人了吗 但凡能雇人地方 你一月能挣上四五千 你开玩笑呢 那工厂都可填纳西 那美国打工 他多久能买一辆奔驰呢 就买那种奔驰 多久能买一辆奔驰 就买个奔驰那种 买九八年的话 你咬咬牙俩月就能买 那我在国内 九八年的咬咬牙 两个月也买不到吧 不一样啊 我跟你说 你看比如我买的那个路虎 我是路虎懒胜 我一个道士镜 我路虎懒胜道士镜啊 就是他那个听 我不知道你见不见过 就是我一按车 车一锁 他那两边耳朵不缩回来吗 我那个缩回来 那个缩回来以后 完了那个 再开车门的时候 离太近了 我帮一下子 撞进那个道士镜下面 把我道士镜壳 下面就是下面 有一块那个塑料创掉了 你知道修一下多钱吗 那一点 手工很贵 我知道外国的手工很贵 不然那你不谈这个了 你知不知道一年registration 多少钱 registration是什么东西 就是行车 行车许可证多钱 知不知道 不知道 我路虎一年750 刀 就是保险吗 不是 行车许可证 保险一个月150 刀 你知道我那道士镜 修一下多钱吗 你知不知道我那道士镜 修一下多钱 300 650 刀 我承认美国人工是很贵 这个我是承认 所以你自己会修 所以你不要看这个东西便宜 它有贵的东西 明白吗 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便宜 看起来便宜的东西 这就跟每一个商家都有自己在做优惠的产品一样 对不对 没错吧 那我承认中国有好的 我没有说中国没有都不好 我没有说美国都是好的 美国也有不好 你现在想的全都是好的 你看 就是你现在做比例的方式 对 你在做比喻的方式 不是 你在做比喻的方式就是这么一个方式 你觉得在美国什么 我这么跟你说 首先一 你合法身份得花多少钱拿着 这是个投资 对不对 你合法身份花多少钱 钱都拿着 你得先讲这个 你别说假如我出生在美国 对不对 一个人口多和人口少的国家 在底层运作逻辑上面来讲 肯定是不同的 明白吧 它一共就三个多亿的人 还都是外来人口 你如果出生在美国 你自然会跟中国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而中国有东西 美国也一样没有 所以说你要真正的拉开 你得了吧 你算你哥们 你这口音不配 我说实话 你别买他那个弯弯的 你这不配 我就这么问你 就是同样的情况下 我们去比 你要比好比坏 比民生 你要考虑你开销的问题 是不是很简单 你要考虑你开销 我的意思 假如是本地人嘛 就美国本地人嘛 跟我们中国本地人对比嘛 不是说 我就说假如美国的 各本地工厂的工人和我们 那你看你咋俩别拿美国比 你拿挪威比呗 拿瑞士比 对不对 你只要还生 还愿意当废人养一位了 人少啊 你生一个 你生个废物出来 他就求你给你养贡 他妈的孩子还能吃 那不人少吗 这不是人生梦想吗 你看那你去啊 生孩子都给20多万 对那你去啊 那我不是本地人 没办法吗 那你说不就白说吗 他好不好跟你有啥关系啊 那我就要要求我们 感谢国的人啊 那我就要要求我们国家给我们别 跟上脚步啊 你不该跟美国比 你可以跟两个地方比 往上比往下比 可以跟两个地方比 一个是比同样十几亿人口的印度 比印度 印度除了 那你不能跟差的比嘛 那跟好的比 你不能同样挑美国比 那美国 美国 我跟你讲 在百十来年前 美国撸的东西 他一共建国的两百多年 他撸的全世界的东西 都在他那呢 他撸的全世界的东西 我们是一个近代史 没有欺负过别的国家的国家 和美国不一样 那跟德国比呢 德国也欺负过别的家 而且德国 现在本地人都快活不起了 德国一个小破面包 欧元啊 一个小破面包 六七欧 七八欧 德国工资两三千 德国随便租个房一千 一年年收入欧元 都到不了三万平均工资 那我现在一个月 也才三千 你三千多块钱 我告诉你 你的水平在国内挣三千 你虽然 七块钱 我告诉你哥们 我听你说话 我能听明白 你的水平在国内挣三千 你可能心有不甘 但你愿意 你愿意听我说实话吗 还是你想听我 骗着你聊 你要愿意 你要愿意听我说实话 你国内挣三千 就你这认知 上国外你当流乱汉 你想加入讲师团队 讲师都不要你 我不说加入 你加入他都不要你 讲师都看不起 假如我是那边的本地人 你假如 那你就直接重生之 我是美国 美国right neck 我是美国红脖子 就完了吧 假如在那里 本地人 我生活是不是会 比现在在国内好一点呢 都是底层的话 你要是 就是你现在这种认知 如果你到美国重生 你当美国本地人 你有美国身份 你重生了以后 你还是这个思维 你跟美国本地 你也是流浪汉 那我不能打工吗 你打工 你也是流浪汉 我打工 怎么就流浪汉了呢 不是 我告诉你啊 你的问题在哪 你的问题在认知 你认知不清楚 你不满足现在东西 你假如你重生在美国 你也会比 中国就不用考虑 老黑什么 慢七老的 对不对 你就不用考虑安全问题 没有哪个国家是完美的 那是 那他有他的问题 你有你的问题吗 对不对 你现在我假如在美国 假如那么好的话 你先首先告诉我 你拿什么自信 超越那几百万的流浪汉 你不在那行里当中 按比例来讲可不少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一个比例 美国三亿人 两百万的流浪汉 是什么概念 比例来讲 你知道多少吗 你如果说 我告诉你 就你现在 你在哪个城市 你告诉我 你挣三千 我在广东合园 广东合园挣三千 三千算多算少 算一般 算一般 没有文化的 对 如果说你在广东合园 一个月挣三千 算一般 以你的认知 你要平移到美国的话 你大概水平是到 到个什么 铁纳西 孟菲斯吧 一月挣个 两千多美金 跟老黑住一起 开个网约车 一共会两句英文 Hello I'm a driver Bye Have a good day 你就会这两句 就基本上这个水平 玩了一个月 出房了四百多 我也开过 开网约车 你开过 你怎么没挣到钱呢 因为在小县城 它不赚钱 那你为啥不上 大城市开去呢 我不想去大城市 大城市不好 那你想不想挣钱呢 我觉得 这大小城 我就想在小城市 是赚点钱 去大城市的话 顶多也就是 争夺那么一切都很快 因为我不知道 广东和元是什么开销 如果是小城市 比如我们长春 长春三千也够活 对吧 那你的水平平移的话 你到国外去 反正就好死 好死不如赖活着 你赖活着都能活 去深圳 也就是能拿到五千 拿到五千 如果是开网约车的话 深圳 哥们你今天多大了 我二十七啊 二十七 咱说还年轻 你不能严谨人 就怎么能把钱 多正一点吗 研究点有用的 你也出不去美国 说实话 我今年我三十八 我收你当义子 碎水 够不上 我也给你办不过去 你也出不去这个国 你先研究研 怎么能把自己 过好点呢 那我的意思是 在美国 你起码炖炖有牛肉吃吧 你炖炖个屁牛肉 我哥们 牛肉你怎么能吃生的吧 对不对 它生肉确实便宜 实话是说 它畜牧业很发达 牛肉猪肉都不贵 确实不贵 你现在你给何元 多少钱一斤猪肉 多少钱一斤牛肉 你买不起 我听听 猪肉十三 我给上海海洋路 这是我特意做的标记 上海海洋路 那个什么小区 中间对面是个公园的小区 进门的时候 在小区铁栏格门 门里面第一家转弯 那个地方是一个菜市场 菜市场里面卖现切的大猪肉 十二块钱一斤 给上海 你给何元 你告我十三一斤 那有什么办法 小城市的物价也是这样子 你不要因为它是小城市 物价就会低 它是小城市物价不低 行行行行 然后咋的 就是现在吃不上肉了 没有 你站上来吧 我深刻了解了解你 行行行 我深刻了解了解你 哥们你一个月 你房子上面住不花多钱 住不花钱 住不花钱的 那你吃一个月就三千块钱 纯吃呗 给不给家里寄 不给 一个月三千块钱自己花呗 对 那一天花一百 吃不上肉 你干啥了 我没说吃不上肉 我说说生不了 就吃好点就生不了钱 你看一天抽烟 要十一刻了 那你跟美国你吃好点 你也生不了钱一回事 肉你买的 你买的也是冻的 你真买切 切的那种好的肉啊 什么股四啊什么那些 好点肉你也吃不起 安格斯你也吃不起 那也不是便宜货 就这么一块 也是十几美刀 二十几美刀 那在美国 我省点钱 我总可以买 他们那种宝马 不是才两万多美刀吗 我告诉你 你拿宝马当什么看 如果在你的眼里 宝马是奢侈品 那你这么比不了 为什么 你等于在买进口的 那我同等道理跟你说 我想在美国开红旗 你知道多少钱吗 对不对 不知道 没 无价 弄过去 你弄过去那名额 别说多少钱 你这个什么 什么小贸车 关税啥 你要正经说 他就算是进口那买 国内卖二十万的车 到美国得得卖五六万美金 明白不 一样 你买的得是本地的东西 它才便宜 买外地东西 它就贵 这道理很容易懂吧 对不对 你现在谈的是去美国买 买人家本地 或者是买人家 他们的朋友圈里面的东西 它便宜 你买中国东西 你看贵不贵 我们 对不对 比亚迪 它三十多万 我也买不起啊 它跟宝马同级的 也要三十多万 那不是 你为什么宝马是买三十多万 比亚迪还是三十多万 宝马在美国本地 五六万块钱的那个级别 等同于国内十万八万的电车 明白吧 它甚至还不理呢 感谢国家的热气球 十多万的 十多万还能根本是水平啊 你真的没看过 五六万块钱现在的宝马 美国五六万美刀的宝马 里面巴不得屏幕还给你 那上面还带他妈收音机的呢 那上面还有一拧VOL音量 VOL音量什么 叭叭叭叭叭叭叭 那个屏幕巴不得 还使BB机屏幕呢 我真不骗你 国外那个配置东西 也听头说法 你要真配置高了 也得七八个八九个 你配置低了 四五个五六个 那都是纯是 纯是啥啥啥没有了 不一个 你上车 你还得拿钥匙 插门里头 嘎音拧那种的 也没有配置 懂吗 但是宝马好像也是德国的吧 他也是进口的吧 不是 他跟哪个国没有关系 哥们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 你买的车 是外国车 人家跟德国 你德国也好 英国也罢 你在别的国家拿的车 他跟中国和美国关系不一样 人家拿的有人家的关税 就像宝马进到中国一样贵 明白吗 你可以看 那你这么问的话 你可以看看欧洲 比亚迪卖多钱 对吧 你咋进来的 居然没叫我开门 既然来了 对不对 你可以看欧洲比亚迪卖多少钱 你现在想的那东西 总想说横向对比 在那行不行 我可以告诉你 根本逻辑上来讲 如果在一个 同样是一个国家里面 同样是一个公司里面 你干活 就是说 一共100个人 有10个人是干活的人 那干活的薪水和 1万个人 有1000个人干活的薪水 薪水上来讲 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个陪伦区说3000很少 但是国内拿3000的比比皆是 你难道觉得全国的 我原来 我跟你说 我原来觉得拿3000块钱薪水的 我总以为拿3000块钱薪水是扯淡的 因为我十几年前出国之前 就是像我们长春就拿3000 3500也就那样 这个我 我回来了以后一说还是3500 我就总觉得是不是有说法 但是现在我其实我很多地方 我是属于非常 非常能够坦然面对 比如你这个水平拿3000 你可以去那些招聘网站看一下 感谢高路的跑这 不不不 你可以去那招聘网站看一下 很多小城市都是 不是招聘网站 你27岁拿3000 以你的认知和你说话的方式 你拿3000是属于国内最牛逼的地方 能让你活着 你这种应该饿死 我说实话真的 你该饿死 你凭什么让我饿死的 我没有 我没有 我只说 我说应该 我当然不希望你饿死了 对不对 我只说应该 你按照你这个水平 你在国外应该是流浪汉 那国外那些人 他们都不打工的吗 他流浪汉呢 他想讲师天天打野 拿点水果 今天新鲜就吃口新鲜 明天不新鲜 不是 我就是说那些粉业人 他们都不会去工厂打工 都不会去端盘子 都不会去 都不会去跑外卖什么的吗 都不会去送块地吗 他们不干活吗 送啊 干呢 他们也干 干完了以后 也是跟你一样剩不下 你现在不也剩不下吗 是不是这意思 对啊 剩不下 剩不下 你平 我这么 我这么很简单一个道理 哥们 就咱俩真的把格局放大一点 如果一个社会当中 最不学无数 最底层 最就是认知最低下的人 他如果都能攒下钱 那么钱一定很不值钱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你说不能攒上钱 他也能攒下一点点 你的认知和你干的活 你就配正一个日常开销 你要能攒下 除非你对自己特别狠 你就不该攒下钱 明白吗 如果一个社会 能让你这种学历学历没有 认知认知没有 干活干活不行 能力能力没有 一说话还一个滚刀 你就这种人 要让你一个月 你不但挣三千 还能攒三千 完回头 你上小城市能买上房 那么这社会一定不健康 明白吗 富人的钱一定不值钱 你不叫底层 你叫什么 你叫垫底的 我说不好听 哥们你叫垃圾 跟你们广东那边 大把人拿三千多的 又不是我一个人拿三千多 拿三千多 如果说你今年五十岁 你尝试了 你失败了 你人生是精彩的 你拿三千多合理 你才二十七岁 那我附近 我同事也是二十多岁 你同事也全都是垃圾 他们能让你这么 我告诉你 如果你 你告诉我 现在这活三千多 你挣了多少钱 不是 你挣了多少时间了 你挣了多少 我去年是拿四千多 今年我回老家 干的就三千多 不是 你挣了多少时间了 挣了十几年 你今年二十七 挣了十几年三千多 没有啊 我去年是拿五千块 你别说去年 就你工作了多少年了 我工作了十几年 你二十七岁 你工作十年 你高中初中都没念完 你就出来上班了 对啊 那好 那我假如说 我是个三流大学毕业的 我起码二十多岁出来 你十五六出来 你挣钱 你跟我挣一样多 我读什么书 我上叉吗 我为什么念书 我早点出去 给你挣钱 那为什么 我说美国的人利贵呢 因为人少啊 那我们为什么 人多呢 那你问你妈 你问我干啥呀 那我们为什么 不能提高人工水平呢 你没了就好了 没有你不就好了吗 没有你不就少了吗 那为什么 不能没有他们呢 你非要这样说 什么叫不能没有他们 没有谁嘛 那十三亿不能少一半吗 那你去啊 你带个表 你起个表率 你先走吧 你先三号重练吧 那都是大国 你都说 那些网上的 我告诉你 我们能够横向对比的 就是印度 你跟印度比 十五亿人 你跟印度比 你是天堂 我这么告诉你 那印度不是强国啊 那网上 印度 印度是不是发达国家 不是啊 我们是不是发达国家 我们也不是啊 但是他们吹的 把中国吹的很牛逼啊 那不是车子这么牛逼 为什么还是工资那么低呢 因为你这种人多 他网上不是说 中国很牛逼的吗 中国确实很牛逼啊 你这种在国外 你这种在印度 你早上那老黄牛 都给你踩死 那黄泥地里头的铁子 你这种水平 你一张嘴说话 我都能想到 你指定是胳膊 这边的胳膊 是属于小时候搁车间 让那个机器给砸掉了 你胳膊 你胳膊才被砸掉了 不是 我告诉你 你要搁印度 重生之你搁印度 重生之你搁印度 今年二十七 你这个胳膊肯定搁车间 砸掉剩个小鸡 你面前摆口大黑锅 黑锅朝下 黑锅一加热 你拿这个鸡 这边整成 你整成面饼 你搁鸡锅一起啊 加完帮往那上面一摔 摔完了以后 你呱呱 你可是卖飞饼的 你现实是 你可印度 你指定是卖飞饼选手 你还少条胳膊 你指定是 那美国呢 可美国 可美国 你就是 你就是那个 讲师打野的队友 那他美国本地人呢 美国本地人 那你就种地的红脖子 你天天穿 看着背心 戴个大帽子 一过去 没够 那起码 他也过得 比我们好一点吧 咋好了 美国 美国葛农场 干活的 Ride Neck 大红脖子 现实他手机 3G碗 他家没宽带 他家拿卫星 Satellite 知道吗 卫星 Satellite 他家门口 放个大锅盖 他上网下载 每秒钟 38KB 上传6KB 你打个洞图 你开个洞图 开一宿 你一宿都连不上 你看直播 你都得把画面滚了 清晰度降到480 连线 连线你手机 这原地卡爆炸 明白吧 不是 他 就这么惨了 那不信 你去看看呀 他们都 他们连饭都吃不行 饭能吃 饭能吃 实话实说 他那个地方 我告诉你 美国 美国 对于粮食 和对于吃饭 它是真的够 它甚至还能出口 但除此以外 什么都很难 而且 我跟你说 很难跟你去做横向对比 的是为什么 你是纯底层 你但凡 中层一点点的 美国没有纯底层吗 不是没有纯底层 每个纯底层 都在奋力拼搏 不像你一样 挣三千块钱 你27已经挣了十多年了 你13岁白天打工 晚上上网包酒 你吃泡面 往里面加香肠的时候 你跟旁边穷小子炫耀的时候 你想啥了 你混了十来年 到现在不思进取 一点都不求涨进 对不对 感谢吃吃吃 那个什么 那个大游轮 你一点不行是涨进 你就合计 跟那怎么能够 怎么能够换个国家 你就富了 或者换个地方 你就牛了 你这种人 我告诉你 你在美国 你肯定是起不来的 你到那也白扯 你就能混口吃吃 但到那边可以好一点 怎么好 我听听 来你说我听听 你看他们 像那个 他们不是还有钱发吗 我觉得 我说实话 我说实话 今天这哥们 今天这哥们 我觉得可以当 可以当大王二号 二号大王了 去年香港 不是发的一万多块钱吗 然后呢 感谢中了就放了 我告诉你 发完什么后果 你知道吗 那香港为什么能发呢 发完什么后果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 香港跟美金 是挂钩的 美金现在通货膨胀 多少知道吗 你这些肯定听不懂 就美国原来 花一百块钱 能买东西 现在得花一百四 他发完以后 东西变贵了 涨价了 美国原来 六十万的房子 现在得一百万 东西变贵 涨价了 听懂了吗 美联储百分之六 你能不能听懂 买房贷款百分之八 我能听懂啊 能听懂啊 能听懂啊 能听懂的话 发完了就是这个后果 听懂了吗 感谢阿龟的跑车啊 听不听懂 听得懂啊 听得懂 那你现在跟我讲 讲啥呢 你不要老是看人家 这个行为 你喜欢这个行为 你先说 你能不能接受 那个后果 这是重点 感谢不能 把这个大游轮啊 对不对 你先看看 那个后果 你能不能接受 你是兜里 分比没有 分比没有 明天可以 这个月给你涨四百工资 其实你生活成本 上涨四百 六百八百都挡不住 对吧 那你怎么活 你告诉我 你先 你先不要光看人家 人家这个行为 说发钱了 发钱了 怎么村里不发 你发完了以后 就如果咱们国内 这么发 发完了以后 你那三千块钱 薪水能涨到三千五 但你吃的这个猪肉 十三块钱 能涨到二十 那你说你还咋活 你不又要叫了 还有 就美国在那边 你可以去住 救济站和随便住 但我们这边不行啊 怎么的 美国怎么的 就救济站 救济站 那个怎么 国内没有救济站 有啊 但是他有条件 像我们这种 他不会让你住的 美国救济站让你住 那讲师打野 为啥出张庞 他不是住不惯吗 个屁吧 美国 美国的救济站 就一百五十个位置 你今天来了以后 大家完全随机 不是早到早得 完全随机 抽上你就住 抽不上你就不住 上外面住去 就是 不是每天都有的住 美国的难民 在排身份的难民 就是属于用不法途径 进入到美国的 有一千三百万 美国所有收容所 全部公开了以后 能容纳难民 不足二百万 听懂了吗 那他 饭有的吃吗 饭有的吃啊 烂苹果烂香 就要酸鸡肉 啥都有 但我们这边 没有这吃 他只给你发 两个泡面啊 你不会 你不会想告诉我 广东没有 没有那个救助站吧 有啊 但是他 发的 就是两个泡面 再买张票送你回家 那还咋的呀 那你啥意思 应该给你发个牛排 给你整个安格斯 给你整个 再给你发个美国iPhone 金牌蒋师 他吃的里面 有那个 有那个什么 吃啊 他发的吃的 比我们救助站好啊 说我不闻名了 吃的 就是说白了 就是你认为 美国救助站 给的东西比你的好 那 那不 这不是事实吗 吃的比我好啊 我告诉你 蒋师那个视频 他能拍出形状 能拍出食材 拍不出味道 你知道吗 那些罐装的东西 袋装的东西 它再难吃 它也是肉啊 罐装的东西 袋装的东西 都是什么 都是属于那个 零七 而肉的东西 是这样的 在超市里面 我也经常卖零七啊 不不不 我告诉你 肉这个东西 在超市里面 首先第一波啊 我是如果超市的话 我的肉拿过来以后 我正常 五块钱进的 十块钱给这卖 卖不出去 没卖完 还剩点库存 我收回来 明天卖新的 其他的东西 然后这波在我这冻着 叫啥 叫库存 我这库存 会等到周末的时候 人多的时候 拿出来就打折 叫on sale 因为啥 因为它不是 我刚买的时候 那么新鲜了 我又冻了一波 又化了 我现在拿出来 在那卖 on sale 如果还卖不出去的话 我再拿回裤里面去 我等到过节 什么感恩节 圣诞节 我再拿出来 我甚至来个金爆架 五毛九 一磅鸡肉 我再光卖一波 再卖不了 这东西 我就直接拿去 给救助站 我直接给它捐了 捐完了以后 怎么的呢 我能抵税 我正常 那也好 是啊 也好 然后这东西就给你了 那也好 这就是你吃的肉 你吃完以后 嚼酸的 嘎嘎柴的肉 是因为啥 动了话 动了话 刺回 没有辨识吧 那没辨识 讲吃为啥 说那鸡肉酸呢 那我没看到这个 我不怎么看 我就偷偷看一下 不是 那关键 你要说这么好的话 那你等 你领着你工友 一起出发 那还 那还贯他干啥 挣这三千 那我现在在国内饿死 我就觉得 没必要过去受苦啊 你快饿死了 你三千块钱 你叫你这么说 你都活不起 一个月房租没有 家里一分不给掏 税你也不用交 我没有说活不起 我说说活 活得不怎么好 那就走吧 出发吧 你等着啥 你等着我给你 我给你办呢 但是我觉得 走信话也不是很好 那咋的 那咋的 我跟你结婚 你当我老公 我给你办过去 我肯定是不会去的 感谢没发路啊 那走信我还不在这里 国内三千多块钱呢 那走信我过去 租上棚 那咋的 那你想咋的 我想的是 是本地户口嘛 本地户口有正当职业嘛 你当我爹得了吧 那你不能跟走信比啊 跟走信比那有什么好去的 那你想咋去 你怎么才能去 你告诉我 正常移民啊 正常移民正常上班啊 啥叫正常移民呢 投资移民 优秀人才技术移民 你是哪个啊 那我没有 我意思是说 就假如我能正常去的话 你假如 你老个人假如有啥用啊 哥们 你现实我不 我说不好听的 你到广 你到广州大使馆 你都找不到 从哪开的选手 你还假如上了 我怎么可能找不到呢 你找着呢 你去吧 那你说 你说我 其实我失忆了 其实我是美国人 你跟他说吧 你去研究 万一那万一 他们傻的跟你说 哎呀 好像是啊 我见过这小子 我其实好像 你给德州中介来的 感谢我盘龙哥 大天马啊 同样底层话 那肯定是那边好一点啊 起码我不干活 我也犯事啊 你我 我告诉你了 你到美国 想当上底层 如果想当上 你说的那种底层 就是你要要饭的话 那令数 你不要饭的话 你的水平在国内 绝对不止正三千 美国的底层 跟你现在不是一个认知 你听懂我的意思了 你在国内这个水平 你正三千是在这 在美国正三千 那个水平是这 他还比你高级 你想在美国正三千 你得提升自己 明白吗 你要不提升自己 你这水平 你这个水平 你这个水平到美国 你是流浪汉 你听懂这个意思了吗 那在美国就没有卖体力干活的 有啊 你体力好吗 我问你 刨沟能不能刨 拿手空 我问我没刨过 但是搬砖我搬过 美国没有砖 美国盖房不使砖 美国盖房使木头 就刨沟能不能刨 刨一米深的沟 刨沟我没刨过 刨沟一天现在八十 管住不管 没心 管住不管 那吃饭有多少钱 吃饭按你那么说的话 领流浪汉救济粮 那肯定吃 你干活的时候 肯定不能去领啊 因为肯定不 晚上去多领点呗 第二天你吃热乎一口呗 对吧 那三八才二十四啊 那剩下我也不知道从哪出 那你问我 那你三千你挣不来 三千都没有 那剩六百我给你掏 你去吧 行不行剩六百我给你掏 最低工资不是十七块六吗 可他妈哪听那十七块六 那是送外卖司机的 外卖最低时薪吧 那得有车啊 那得加油 我告诉你最低时薪 加州薪水是最高的了 一小时十五块五 一天八小时 你算上多少钱 那我可干十个小时吗 人家凭啥让你干十个小时啊 再说你以为你有身份 你是正经员工啊 你懒领啊 你得干十二个小时啊 你到美国你上餐馆刷碗 你得干十二小时 你中午十点到晚上十点 你得干十二小时 你刷碗操厕所 打土豆皮 洗大鸡肉 擦地 完没事出师 还得吃得你两句 低了个算钱脑 哇咋地 他吃得你两句 那 那个什么来着 感谢天老师学高 完了呢 其实我现在最想对比的不是美国 是挪威 你看挪威 就想上挪威 就想上挪威 我先那么问你 挪威 你跟个挪威人结婚 他能不能给你办去 你有没有合法身份 我不知道啊 那你不是 你啥也不知道 你想上哪就上哪啊 哥们 刚才写小说 那个呢 上一个连麦写小说 那小 你不行给他写里头吧 他说这小子行 这小子有任意一门 你是哆拉耶梦 你有任意一门呢 那你可能跟别的国家对比嘛 你照常有 你不要老跟那种 没啥人都快死绝活的国家比 行不行啊 挪威都快从地球上消失了 你跟埃斯基摩人比多好啊 你出生给你个大冰村 整个里面的北极熊都归你 企鹅都是你的 你跟那里比一下 对不对 你看 你看现在 那日本那个做兵力店呢 他们就有八千多块钱 人民币算下来 好 日本一个 一盒纳豆多钱 知不知道 天高地 感谢天高地和红条白雪啊 我不知道 但是 有了很多东北人 他们也爱国嘛 他爱国还说他们想回来嘛 就是 就是我 我那个 你说的那个小子叫充电宝吧 他那种爱国的总部 总部不能虚假宣传了吧 是 你说那小子是不是叫充电宝 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是不是一个东北小子连挺瘦的 完了一说话就老给你那个纳豆腾 一边跟着说一边吃 那是我好友玩了咋的了 他在那便利店里面 他说八千多块钱 但我们在国内便利店也就是三千多块钱 四千 好一点的话就四千多块钱 日本租个七平米的房子多钱 就是那小子 就是那小子 日本七平米的房子多钱 知道吗 他住的那个 近期一窄流 完了住个楼上那个 四千 那也还有四千啊 也还好啊 那吃呢 感谢陈寂的红条白雪啊 那吃呢 吃多钱 我不知道啊 不吃了 纳豆一盒 和人民币都十五六 对不对 一盒纳豆是啥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就是臭黄豆一盒都十五六 你住先花四千 吃和纳豆大米饭不花钱 店不花钱 店饭锅不要钱 感谢钢铁侠登车上天 那是我们国内三千块钱的 便利店也没有饭吃啊 也不包住啊 就我楼下那个便利店 他现在还在招 三千二一个月 不是 不包住 哥们你不要老是讨论 你这个三千的级别 我都说了 你三千这个级别 你不学无术 你不求上进的 你在国内三千 就你干这个活 还给你三千 你已经不错了 你这个水平到国外三千 你都挣不上 那日本是干活 挣八厘便利店挣八千 你上便利店 也不要你啊 那日本人他怎么不要呢 你你都说了 如果本地人 那你问谁 你问我干 当年你不得问阿姨 怎么不跟日本人搞对线 你问我有啥用啊 你你这种说非要说走线话 那你没得说 不是说走线 我没跟你谈走线 我现在跟你说的是啥 你能不能先想想 怎么我们说自己 我们能提升提升 对吧 别一张就一张嘴 就干三千 现在全中国还有 再挣三千以下的工作吗 你才二十七一啊 你今年就五十岁 你再活二十七年 你五十四岁 你挣三千 我说实话 你都是属于的不辞进取了 你二十七 你已经给社会上混十来年了 你学点技术 是不是 你不管干点任何别的东西 咱说 咱说实在不行 你当主播呢 咱一天挣二十呢 一个月不还多六百吗 对不对 你研究研究 怎么提升自己 你老研究说 那我这水平 我要到国外 你能去吗 这是问题 能解决这种实际根本吗 我问你 我去不了啊 你去不了 那大家讨论有啥用 就比如说你现在说 是美国一个月 就像你这个水平 一月挣三千美金 给你当DNS 给你供的 我去不了 别人在说国内多好多好 国内好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别人 不是挣三千的水平 你要知道 挣三万 挣三十万的都有 你怎么说好呢 不是啊 在美国不一样啊 在美国一年挣三十万 每刀基本封顶了 基本封顶了 打工的 一年三十万 明白吧 那一个月就两万五千块钱 在国内挣两万五 挣三万 挣五万 挣十万打工的 都大有人在 这个首先封顶的 这个级别不一样 你懂不懂 你三千 你在国内是垫底 你这水平到美国 你一个月就是一千来块钱 你可能你那一千块钱 你就挣不上 你懂吗 就你在网上看到别人一直在夸好 但是你实际上过的就是不好啊 你过的不好 不代表别人过的不好好吧 对啊 但是他能夸 那我就不能骂了吗 你骂 没问题 我没拦着你骂 咱俩不是辨证吗 你先总结 你过的不好的原因 是因为你越挣三千 对不对 咱俩说一个最基本原因 我现在不用多说 一个月我让你挣到八千 还是一二活 你告诉我日子好不好 肯定好啊 肯定好 那是不是还是原因挣得少 原因是不是挣得少 我问你 对啊 好 原因挣得少 我们能不能想着怎么把钱挣多 而不是说在这讨论 国外这好那好 你先想想着怎么能挣到八千呢 咱说 行不行 但是 你别淡事 你别一到关键时刻 你就跳过去 你别老淡事 你跟我说 咱们能研究研究研究想想着 怎么能挣上八千 我听听 现在你现在挣八千的话 没事 慢慢来 假如说 咱这个月 这不是干完了 眼看要过年了吗 你不得回家吗 是不是过年也得休息 对吧 假设说这月老板给你开了五千块钱奖金 完了 你这八千 你这一个月 你想给他造料的 你平时你不给家里会吗 对不对 你住也不花钱 这一月八千 你打算怎么划 这个天文数字 不是天文数字 不是 那行 不是天文数字 这八千 你打算怎么划 就正常划 还怎么划 好 现在就睡醒了 过年休假 休十四天 给你放十四天假 代薪假期 完了 你现在大年初一 你睡醒了 这八千 兜里面现在穿八千块钱 怎么划 那吃饭呀 吃宵夜啊 吃宵夜 你就给那便宜地方 吃顿宵夜一百 对吧 一百哪里够 你几个人吃 你要请所有公友吃啊 没有啊 正常两个人吃都要一百五啊 俩行 俩人吃一百五 中午呢 再吃一顿 中午吃一顿也要一百五啊 这是最低消费啊 你请你公友 结果你一月挣八千 你请你公友吃 他妈三十天 你一月还赔一千 你还拉一千块钱机会 还欠一千块花贝 那怎么可能天天吃呢 那你看那么多问题来了 八千你打算怎么预算 比如说我打算拿三千块钱吃 我拿两千块钱买一 衣服 我剩一千块干啥 你没有点想法吗 有啊 那都什么想法我听起来 你去唱个歌七八百要吧 不是你 你这水平你就唱电歌 反正就完了 你干啥要七八百啊 你还点银啊 你不喝酒吗 你上哪里喝 还你给外面喝够了 进去唱去吧 那谁 谁在外面喝酒 你给对面小麦布喝够了 喝够了再过去唱去吧 谁在小麦布喝够了 一个月去几回 KTV你说我听听来 一般两个月去一回吧 两个月去一回 去一回咱别说八百了 大方点再点点果盘一千 两个月去一回的话 那差不多一次就 一个月得花五百块钱吧 五百块钱唱歌 对不对 两个月一共一千嘛 一月花五百块钱唱歌 还花啥钱 抽烟的话 一个月五百吧 抽十五块钱一包的烟呢 十七的 好 五百 一千了 抽烟唱歌一千 完了还有啥 喝酒喝个两三百吧 就照样自己在家喝 大家喝点一瓶 喝个一瓶两瓶的 把大家喝两三百 还有啥钱 喝酒两三百 一千三 然后打游戏的话 月卡那些 不要 你这水平打游戏还充钱呢 那肯定要充啊 我凭什么不充呢 打游戏花多钱一个月 打游戏看情况 有时候一千 你这三千打游戏花一千 好好好 打游戏花多钱 你玩啥游戏我听听 刀打 这还打刀打 好 一个月花多钱 不一定 有钱的话 看能剩多少 反正剩的话 剩多就花多点 剩的少就花少点了 你真是永远 你永远不知道人民币战事 背后是什么损失啊 真的 好 那一个月花个三百啊 两百 花两百平均 够不够 够了 差不多 两百 这一千五 唱歌 唱歌抽烟 喝酒 打游戏 一千 一千五了 完了呢 没了吧 就这么多 完剩下一千五吃喝 吃包吃 光吃就行吗 家里面一分不给 你说没有爹妈了 有啊 咋家里不是就你一个孩子 家里就我饿 就你跟他爹妈 多大岁数了 你不给点钱 五十 还在外面挣钱呢 对啊 好 那行 那你一个月剩一千五吃喝 就等于一个月 基本是不剩 剩点的话就扔游戏里 是这意思吧 对啊 突然间挣八千 多出这五千 打算干啥 把皮肤买全的 想买什么就买呗 你打算给父母花多钱 我听听 你打算给父母花多钱 每个月 又是每个月拿得到八千花 就每个月给个五百吧 那我父母有工作啊 你是真狗啊 你挣八千 你就给父母五百块钱 行行行 完了剩下钱 你觉得你挣八千 你能攒多钱 我那时候 我在深圳一个月 是拿到五千五 我就能存个四千 那时候是为了买电脑嘛 存了两个 感谢迷了电脑 存了三个月嘛 存了三个月 我就存了 存了一万五 你限时一月 挣三千选手 月光足一分不胜 吃喝不花钱 爹妈一分不给 你使个一万五的电脑 那我那时候 在深圳 是五千多块钱 一个月嘛 你那个B电脑 都感受我显示器 贵了你咯 你什么水平 你用一万五电脑啊 那我凭什么 不能用一万五的电脑呢 那我凭什么 不能花呢 气死我了 你用一万五的电脑 完了 现在你想 你是什么诉求 你想 你想挣八千 一个月 是不是 我不用 如果在老家的话 我挣个我六千 就够了 你老家搁哪 挣六千的话 我就很爱国了 行 挣六千的话 你就很爱国 挣不上六千 你就恨国 那你收入低 过得不好 那你怎么爱国呢 你这B是完全向前看 完全向前看 是吧 跟国不国没关系 谁给钱谁低 行行行 我能理解你这个东西 你家乡是哪的 想挣六千 我听听听 我看看有没有招帮你 广东合员 你就在你老家干活呢 就是在老家 要不然我怎么可能不租房子呢 你是广东人吗 我是广东人 来想不想挣百娃 广东讲科学 来讲 你听懂吗 听明白 来讲 我讲黑嘎 那行 这差不多 反正能哄了我了 不是玩玩 不是 我就是想 我就想确定一下 你是个外地打工的 你个自己家 首家带地个门口 一月挣三千元 二十七岁 十一万五电脑 一月分逼不胜 父母一分不给 我给你总结一下 你的人生 现在二十七里 你对未来充满了灰暗 那你看要这样的呢 我个人感觉啊 现在是美国 西海岸时间啊 东海岸比西海岸要晚 美国西海岸时间 现在是几点 现在是早上八点半 不对 早上六点半 早上六点半 你要是能赶在七点半 也就是说西海岸 太阳升起来之前 你要是能投上这个台 有可能能当上美国人 你真是胡扯 我不是 那你咋当美国人 哥们 你咋去啊 你说哪说的 那我不想当美国人啊 我想的是 听到了 去听着了 你继续 我要的不是都当美国人 而是他改变 你懂吗 谁改变 你得改变的 社会不用改变的 挣多得有的是 你想招挣多点啊 我们有啥招啊 总有人挣少的吗 是总有挣少 那你不能二十七岁 你就甘愿挣少 挣少的给 岁数大的 人家都有老板 有这有那的 是我能懂 哥们 我没有 我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 我这么说 那是底层呢 对 有挣少的人 我就这么说 中国工厂 起码有一个人 在工厂里面上班 他们就拿 你别想当然 行吗 你别想当然 你别想当然 就一个亿 我今天 逼完我今天 坐那个出租车 那个出租车 司机跟你 你俩 你俩好像爷俩 那出租车跟我说 说国内现在 你都不知道国内一年失踪 八百万人 你找到哪去了 全给刷 我真是啥都敢说呀 搁哪儿呢 一个亿的人都像你是的 说说 他们是不是拿四千多块钱 是 然后呢 他们也不能像你是 分比不载 十一万五电脑 每个月还给游戏里面花点啊 那再整他也是拿四千五的工资啊 基本收入是不是在那里 基本的收入是不是在那里 我说实话 他我还不好反驳呢 那不是 那你能不能 你就能不能脱离底层 咱说想招挣多点呢 你要说不止四千五的 你去广东啊 深圳东莞看看 他就是四千五到五千五之间 行 行 你站上来 你站上来 哥们你不用喊了 别说四千五五千五 哥你那送外卖 骑个小店轮 送外卖一月挣多钱 看情况 看你跑几个小时 大概挣多钱 大概是五千块左右 五千块左右够不够你花 我什么都没有 也不包吃 也不包住 五千块够不够你 够不够你赚的 除掉吃的话 我还不去干包吃 包出三千多的 因为他没饭吃啊 没饭吃啊 好 那你理想工作是干啥 不能跟现在一样吗 挣八千 我的理想工作就是 一个 一天 一个星期休息一天 然后 当九个小时 十个小时就差不多 坐六休息每天十小时 一个月上挣多钱 一个月有五千多 在老家有五千多就够了 在老家 对呀 五千多 你们老家现在有这种公司吗 这种有 但是你要去干工厂 要干十二小时 多两小时干不了 多两小时干不了 得拿着打游戏 因为他十二个小时 他那种 十二小时 你下班时候就没什么时间娱乐 我干个九 九个小时 十二小时 我请你买个娱乐一下 咱说你要不娱乐呢 就就就挣钱行不行 那你这样说的 没得说 你非 非要打到五千多的目标 你就 那我 去深圳不晃吗 这样 这样 这活简单其实 你现在一月挣三千 是吧 你每天有几个小时娱乐时间 你告诉我 我如果是睡少点的话就六个 睡多点的话就四个 四个小时 咱就按四个小时算吧 行吗 每天有四个小时娱乐时间 几点到几点 我一般是九点钟下班 然后我玩到一点多就睡觉 玩到一点多睡觉 那这点人正多的时候 你这样 以后你玩的时候 你把直播打开 行不行 要我打游戏菜啊 没事 你菜我给你看 你打 完了每天下播 把你的收入给我截个图 我每天给你开一百五十块钱 你这样你不三十天 你不就 你就 就不是四千多了吗 怎么可能呢 你截的图是傻子吗 不是不是开多了 等会儿 那些天衣跑这 不是开多了 我说错了 那个 你每天下播 你不管收多少礼物 你给我截个图 我给你造多少钱补呢 我给你造 你现在挣三千 我给你造 七十块钱补 不够七十 我给你补 够了七十 算你的 行吗 我就这么说 我不相信天下有这种 白的 那种什么 我说到做到 我一万多人直播间 我跟你那开玩笑吗 我说到做到 每天晚上下班的 你给我播四小时 当主播 下播的时候 他不会有什么收获 多少音浪啥 你给我截图 不到七十 我给你补到七十 到七十多了 都算你的 行不行 我 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 美式 哪有 我要给你培养成 感谢四人八十 我要给你培养成游戏主播 我让你在 我让你在家打游戏 打你最爱的游戏 我没有相信美国 谁说我相信美国了 你没事 你只要不提美国就行 行不行 你不提美国就行 感谢胜兔大飞机 这样子 我一天给你 我天天给你补到七十 补到七十 我给你补到七十 到七十算你自己的 算你额外挣的奖金 行不行 真的假的 真的 我说到做到 你可以录评 那我怎么联系一样 你那个来大头 就是现在给他发私信 你把微叉子给我夹上 每天大了日节 行不行 行吧 感谢 真的 但是咱俩有前提 过两天过年 你不也休息 对不对 这个月 咱俩就从今天 1月23号 到2月23号 这一个月 你要是能通过直播 挣三千块钱 如果说通过直播 不算我给你补的 如果你能挣得上三千的话 你下个月 给我研究 去学什么技能 或者我当专业主播 给我找个活干 行不行 能不能干 咱俩就一个月 一个月 你要通过直播 能挣上三千块钱 咱俩接着研究这事 一个月 你通过直播 挣不上三千 我给你补 也补不到三千 我一天给你补七十 一月两千一百块钱 我给你补也补不上 你要说下个月 这个23号 你能挣上三千 你当主播 下个月23号之前 你挣不上三千 你回长安里 给过你机会了 玩玩 玩 玩吧 认真当主播 去现在给我学 人家开播都说啥 人家都咋说 人家游戏主播都啥样 你跟我说一个 你心里边 最羡慕最喜欢的 游戏主播是谁 我不看游戏主播 你现在给我去看去 大头就是 你现在给我跟他私聊 你先把他那个微叉 都给我夹着 现在给我拉个群 我先让你今天晚上 咱俩既然说好了 从今天晚上开始 今天晚上第一天上班 其实我白给你 我不会穿直播 我要学 没问题 今天晚上第一天 我让大头就是教你 我今天从工资给你照发 从这一刻开始算 工资给你照发 我教你怎么直播 我给你个工作 你去给我查五个DOTA 最牛逼的主播 你看看他们啥样 你能朝哪个人做 今天晚上给我做战术分析总结 明天早上给我开播 明天晚上下班给我开播 能不能看 可以 好 那就说准了 好吧 头就是你现在 你现在看私信 叫大头鹰回放版 联系你 完了这边跟我拉上去 明天你就给我 你就给我当主播去 如果我跟你说这了 下个月到这个时候 你游戏主播 挣不上这些钱 你就给我当切片号去 我的切片号 我这个咱俩 咱俩唠嗷的这个切片素材 这一个月挣两三千 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们都能挣 挣多的挣四五千五六千都有 你的活三千不当 我能让你挣六千 行不行 行 行吧 好 那咱俩就这么定了 你去吧 嗯 去吧 啥玩意 颠覆你对有颗花生的理解 他人不坏 他这孩子人不坏 他只是 他只是没见过钱 我说实话 别别别 我整的 这马一天整 马一拍我鼠标垫 我们LV鼠标垫 行吧 咱也不缺那细时 说实话哥们 咱也就是鼓励他当主播 你瞅这一下子 这一个礼物 感谢东南西 这一个礼物都不止这七十了 一天我就当云给他 行吧 能挣上 你能当大主播 等以后你牛逼了 你愿意签 我的现注册公司签 你